再次回到了我們目前MEGA的舞台 你現在所聽到的是我們MEGA主舞台 十二點第二場的一個節目活動 我是第二場節目活動主持人大凱 在這個時間點大家集結於此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看到了 你們的前方有四台非常酷炫的設備 這個我看一下動輒可能超過十萬吧 非常非常的華麗 那這當然有這四台賽車的一個模擬器 大家應該也知道我們本場的活動 是要來一起尬一下了 那當然在這個階段 我們也請到了四位人氣的KOL 來一較高下 我們比拼速度 誰比較快 那看看誰是最速的傳說 那當然在請KOL出來以前呢 這個時間點除了我 我個人就賽車技術沒有說很厲害 所以我們自然需要請到一個這個賽車界 我覺得赫赫有名的一位 算是賽評來與我一起搭檔 來參與本次的一個賽事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YouTuber WonderR小湯 歡迎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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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湯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嗎 因為可能大家對於賽車這環境 可能沒有這麼了解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吧 那我先簡單做個自我介紹 那我自己本身是做職業YouTuber 那等於說我是職業車手 那等於在成長的 在成為職業車手的這一段過程當中 我沒有任何的教練 我都是靠打電動練習駕駛技巧 是你都是自己一個人練 然後慢慢的訓練 然後成為職業車手 對沒有錯 所以說其實駕駛模擬器 也可以充分練習到真車的駕駛技巧 那我就想說藉由這次活動的機會 我稍微跟KOL教一些基本的駕駛技巧 讓大家一起來熱血 一起享受這個熱血的駕駛 就我不用真的一個人親身力臨 去買一台F1賽車之類的 用這個所謂的賽車模擬器 可以體驗到類似的感覺囉 哇那今天真的非常精彩 我們請到了小湯的同時 也要一起來準備歡迎一下 四位的KOL登場 來參與本次的一個賽事了 那職業這次的主辦也跟大家提議 是由我們RECHALLENGER 以及WONDERR來參與本次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也一起來邀請 本次四位的KOL登場 分別是阿神 黑羽 張莉 以及 希恩恩 歡迎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從 先開始一路從這個地方 開始打招呼過去吧 OK好沒有問題 那麼我們就是先稍微訪問一下 希恩這次參賽 你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心得嗎 滿緊張的 畢竟是拿雞腿考的駕招 所以會不會贏也是其次 了解 那其實因為 希恩就是為了讓這場的 這個表演賽比較好看 所以希恩的車 我有稍微做了特殊的手腳 喔 你有幫他做了一下 賽車的一個小調整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們一般比賽車是後輪驅動的 後輪驅動 可能希恩他的這個駕駛技術 可能還就是練習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讓他變成是這個前驅的駕駛 喔 那其實這也是駕駛模擬器有趣的地方 就是可以針對每個人的設定 做不一樣的調整 喔 所以你其實有幫四位都有調整嗎 呃沒有 只有他 那我們先問一下 黑羽敢想怎麼樣呢 沒有 其實是我的問題 你知道 我剛剛 我剛剛其實有先練習一下 從三重到這邊的GMI這樣 我實際開這樣 對對對 是 那當然這邊想問一下 阿神了 就是在我們 目前這個賽車模擬器 你個人有賽車的經驗嗎 我自己沒有 但是我在家裡 有組了一台 一模一樣 自己組了一台 一模一樣的 非常樂性 一模一樣的 哇 那今天不得了 我剛剛看他旁邊單圈練習 我 那個汗都流下來 這是我做的成績 你有想要延攬他加入你的車隊 還是說你們跟他一起去一下 如果有這個榮幸的話 他有 非常厲害 那當然我們最後請到張麗影 詢問一下 個人有賽車的經驗嗎 沒有 沒有 但是我們的立影是黑馬 他的成績非常的快 他是我們四位選手當中練習時間最短 可是成績突飛猛進 車手直接把你誇上天啊 這賽車怎麼樣 你第一次碰的時候感覺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以氣勢取勝 我們技術沒有沒關係 氣勢要有 很有氣勢 等一下就是我們模擬器裡面見真章一下了 沒錯 是 那我們也是先請四位KOL準備做一個準備 來這邊 來 謝謝 那我們做個準備 那就先跟大家來聊一下吧 在我們KOL準備的過程中 首先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完全不懂賽車模擬器的人 我想先問第一個問題 就是賽車模擬器 它其實跟賽車遊戲是同一個類型嗎 簡單解釋就是我們的賽車是有所謂的物理 物理就可以導成公式 那其實在賽車遊戲的世界裡面 就是這個公式擬真與否而已 公式的問題 公式如果比較 可能它浮誇一點就會是類似遊戲 它可能沒有這麼的真實嗎 對 那所以說有些遊戲是符合大眾市場 可能就是爽快一點的物理 那有些物理可能就是符合擬真 所以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那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這套ACETO CORSA 就是現在最泛用的駕駛模擬器 所以這是現在其實基本 包含了可能所有的職業車手 他都會使用這樣的一個模擬設備 而且它的調效各方面都非常的公開自由 所以我也可以針對我自己的車輛做調效 像我自己本身比賽前就會把我的車設定的跟我 真車一模一樣的狀態去做練習 其實這個問題又顯現出另外一個狀態 就是想問的是這代表一場比賽 我們看到的是所有的車一起跑 但其實他們本身裡面有所謂的一些內裝不同嗎 或說它有一些獨特的調整 這可能因人而異的狀況 對 沒有錯 這也是駕駛模擬器自由度有趣的地方 所以現在的賽車遊戲已經不再只是賽車遊戲了 它已經變成一個 今天你真的如果在上面拿到了一個 所謂你自己的一個可能駕照 那你之後去真的開車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開的 但你當然還是符合法規 但是你其實已經會了解這個車子的一些原理啊 沒有錯 是會有些微的差異 但是其實實質上來說的話 就只是你怎麼把這個觀念導入到真車上面去 唉唷 那我只能說確實是非常不得了 好了 那當然我們就先請小湯 我們一起來就座 準備來看一下接下來的這一場比賽 那今天也要跟大家提醒 我們這一場比賽也是有相關的一個規則的 首先我們是來自Qualify 解釋這個單圈的即時賽 跟大家稍微做解釋一下 Qualify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比賽一開始會有四分鐘的自由練習 四分鐘 就是讓所有選手暖身的自由練習 然後四分鐘之後呢 再來會進入七分鐘的Qualify 也就是所謂的排位賽 那所有的選手就會以自己的單圈成績 去決定自己排位的位置 喔 所以他其實 就對手可能不會在同一個賽道上 會在同一個賽道上 會在同一個賽道 然後就以一圈的成績來去做計算時間 所以會有七分鐘的時間 給你去做自己最速的單圈 然後就會成為你正賽時候 你該第幾名起跑 我想先問這個規則 它是屬於職業賽車比賽的規則是嗎 就是所有我們叫爭先賽 Spring Race 就是比誰先到終點的比賽 都是這個遊戲規則 喔 基本都是這個遊戲規則 都是選擇只要就是一圈嘛 那一圈來說 其實它的這個一圈狀況 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畢竟它不是一個所謂 就是可能你自己在路上跑 它是有一個比較安全啊 包含平面的一個狀況 整體賽車你覺得它的難度 它本身一些 就是跟一般開車最大的不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謂的賽車手跟一般開車人 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我們的運動駕駛 我們稱為運動駕駛 運動駕駛跟一般路上駕駛 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兩個類別 對 兩個不一樣 兩個沒有重疊的駕駛技巧 那其實 因為簡單來說 像我們車輛在極限駕駛的時候 其實方向盤是會自己動的 因為我們車子會有動力的回饋 也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後輪打滑的時候 我們的方向盤會有一個反打的力道 它在幫你回轉 對 那我們就會透過模擬器 因為其實模擬器 各位看現在KOL使用的方向盤 都會自己動 它就會模擬真實車輛的路感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路感 模擬這個路感 就可以練習到真車 跟真車相符的駕駛邏輯 喔 就是用模擬器的 它與真車一定不一樣 只是它會與真車有相同的邏輯 簡單解釋就是我們車會有G值 就是可能過彎的時候車子會側傾 但是螢幕的另外一端 也就是我們駕駛的時候感受不到 但是螢幕的世界裡面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螢幕 不是感受到 是螢幕的世界裡面它是存在的 那這個時候就是考驗你的觀念 有沒有正確 你要感受到它這個側傾的狀況 你就要自己去算 然後再慢慢的過彎嘛 這種狀況 哇 那確實是非常複雜的一個環境 那這次的話 其實剛剛你也提到了 你有幫我們的星恩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整 跟大家再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調整 一般來說 通常都不會 如果在正式的比賽裡面 是絕對都不會有調整的這種狀況 那它的一個調整 會讓這次的賽車的 可能手感嗎 或是整體的感覺 跟一般的賽車會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會有比較 你可能說它開的會比較順利 或它轉彎的時候 可能過彎的部分 不會有太大的壓力嗎 沒有錯 就主要是 因為我們車子主要駕駛的重點 是在於 車輛的預判 是 就是說其實 因為我們實際在駕駛比賽的時候 車速是非常快的 沒錯 那在這麼快的車速 就會造成說 你在比賽的時候 可能 如果練習不夠充分的話 就會有風險 是 那透過模擬器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車在極限邊緣的時候的駕駛邏輯 那自然你在職業 你真的在比賽的時候 你就 經過充分練習 加上賽道的熟悉 那自然就可以大幅降低這個危險性 哦呦 就可以有比較穩定的狀況 可以去產生 所以現在也算是 所有職業車隊 也都是漸漸使用這個駕駛模擬器 去做練習 最重要的一個這個重點 那我們現在畫面 可以稍微來看一下囉 對 現在我們看到的話 還是就我們前面 小湯有提到一個 這個四分鐘的練習過程嘛 準備接下來 沒有錯 也要在後續進入遊戲的裡面 這個模擬器裡面 然後去互相的挑戰 這時間點大家互相的測試一下 手感練一下 就像剛剛這幾位KOL有提到 有些可能甚至是碰的很少 那也有人家裡直接組一台的 哦 嘿 那麼現在我們已經準備進入這個 qualified的狀態哦 正式開始囉 對對對對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四位選手 現在準備要出門 出發了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個工作人員在幫他們做車輛的設定哦 哦呦 那這最後的設定 也是根據了前四分鐘的調整嘛 對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這七分鐘的qualified 那首先出發的就是我們的阿神哦 對 這個非常帥氣的MD Lodostar 他的單圈成績也可以非常快哦 那其實我覺得比賽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就是 雖然現在是在比單圈 但是已經有開始心理戰的部分 還有心理戰 開車不是單人開車 他還有一些所謂的 沒有錯 我跟你距離可能失敗死 但有心理問題 沒有錯 因為現在單程就是大家要做屬於自己最快的單圈 那其實這個時候就可以試探對手 彼此之間的單圈成績有沒有差異 我要先探你的你啊 對沒有錯 就是你出一招我出一招 我先看你那招有沒有大於我這招 所以如果你在自由練習 你在qualified的時候 直接讓大家知道你的單圈成績 那後面的車手就知道你的底在哪裡了 他有時候如果他覺得 你可能比他弱 他後續在正式賽的時候直接超越 你比他強的話 他開始也會有一些策略嘗試去干擾 沒有錯 也就是這個單圈成績就已經比賽開始 而不是單純的就是起跑才開始 所以這前面你甚至 還有一些演戲的天分 對沒有錯 我可能這個轉彎卡 保留一點實力 對 可是如果這個不好轉 那現在阿神第一拳單圈成績已經出來了 這個1分08秒的成績其實不算慢 由於我們出發的時候會有大概4秒的落差 所以其實阿神現在目前成績 那我們看到15秒16秒成績也都出來了 我們的麗穎跟星恩的成績也都出來了 差了整體來說 這大約6到7秒 但是第一圈還不穩定 因為第一圈是含出發的時間 就中間會有個算是加速 沒有錯 所以其實是第二圈才開始算正賽 就是第二圈大家才可以開始做成績 那正常來說保持的速度其實要怎麼去保持 就是轉彎跟直線 本身保持的速度在職業的賽車裡面的話 基本要在什麼樣的一個規矩裡面 才可以符合就是領先啊 包含比較頂尖的一個水準 對沒有錯 等於就是賽車是這樣 就是我們不能單純的只追求快 因為車輛其實在過彎的時候 你不做適當的減速是沒辦法過彎的 確實 輪胎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說進彎就進彎 所以難就是難在 你進彎怎麼拿捏這個進彎的車速 也就是說如果你進彎 你車速太快 你會有很快的成績 但是就會有失控的風險 確實 我們看過一些 那你怎麼去拿捏這個風險 而在做這個Qualify 在做這個單圈成績的練習 在做這個單圈的時候 也有一個很大的考驗是 因為我們只有七分鐘 七分鐘 認真算只有四圈的機會 喔 這你在四圈裡面決勝負 然後這四圈你必須選取一個 最快速的成績 來代表你單圈的成績 在這四圈的機會裡面 你如果嘗試做很有風險的事情 你失誤了 你就少了一次機會 喔 但是 對 既然有四次機會 其實 反向的思考就是 他其實也可以可能 至少做二到三次的嘗試 對 沒有錯 最後一個在穩定的 這樣一圈開往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考驗車手實力 而不是單圈在比誰比較快 是 所以在剛剛第一圈的話 看出來阿神本身是 以比較穩定的方式 但他已經大量領先了 這代表後面 單位選手目前在接下來可能 他要有一些風險了 對 沒有錯 就是看車手對於這個風險的掌控 所以不單只是做單圈 其實這個時候就已經有心理戰的層面 而像我們職業水準 都會大概知道彼此的成績在哪裡 我們就會知道他的極限在哪裡 再來就跟我們其他電競的類別 比如說LORO一樣 這個心理層面的部分就開始出來了 對 而且我想問一個點就是 請問賽車選手他會有當天的狀態嗎 就是他雖然可以保持所謂的最頂尖的水準 但有時候他會不會說 每天每一場天氣還是心情等等狀態 而導致他的賽車速度不同呢 一定會有差異 但是這個就牽扯到的就是這個 車手的穩定度 他一定會有一個range 就是一定會有落差 就假設說你今天有一定水準的話 你成績慢 假設你今天是top前端的車手 你今天成績做不出來 那你就代表大家成績都做不出來 就大家可能都會一起往後盾 比方說今天路面狀況不好 今天的溫度太熱了 車子大家可能已經有損耗 這個其實大家都可以彼此拆 端倪的出一些所以然 那也就是這個心理戰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就不只是所謂開車 單駕駛的一個技術而已 沒有錯 還有很多的調整 那其實也有一個戰術就是 用絕對的領先單圈 去碾壓所有對手的技術 唉唷 那現在我們畫面看到這場比賽 目前的這個對決 已經進入倒數的階段了 兩分三十秒的時間點 阿神還是一路的領先 而且這一圈成績又更快了 變成一分零四秒 我想問一下 請問在賽車的世界裡面 快幾秒 就像我們跑步 可能快零點幾秒 它就是一個算是世界級的突破 就是賽車裡面 它快幾秒會代表是一個很大的突破的 我這樣簡單解釋 基本上 0.3秒就看不到對方車尾燈了 3秒 你人已經不見了 0.3 0.3秒 人已經不見了 你基本上已經追不到它了 1秒是連車尾燈都看不到的 完全沒辦法 所以現在的狀況對於阿神來說 無疑的是絕對的領先 這現在非常精彩的是 我們會看到 麗穎跟 那個星恩他們的成績非常的接近 只差0.04秒而已 所以基本上 他們的單圈成績實力是差不多的 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這也就代表 我們在正賽的時候 比賽起跑的時候 他們的實力相當就會有很激烈的廝殺 是 那黑羽的部分 它是騎腳踏車玩 也有可能 因為畢竟這個模擬器熟悉 也是有熟悉的問題 所以說其實 但是在實際正賽大家一起 廝殺起跑的時候 因為有車輛會擋彼此 所以也會有進攻跟防守的問題 那彼此的成績也會再往下拉 那範圍就會再縮短 那範圍也就會再縮短 那範圍縮短的話就會變成說 在比賽的時候 彼此之間的成績會再拉近 喔呦 現在就是還有最後倒數 最後進入一分鐘的時間點了 對沒有錯 差不多就是最後一圈了嘛 對我們就來看我們的星恩 有沒有辦法超越立影的單圈 因為他們單圈成績真的非常接近 只差這個0.4秒左右的距離 是 這個距離可以說是真的就是 一個可能不小心失神 可能不小心轉彎 就差一個小小的距離 對沒有錯 而在這個Qualify很刺激的點是 如果你在單圈成績取得很前面的排位 你在後面 在正賽的時候就沒有人會阻擋你 你自然就可以越來越快 這個就是我們給予快車手成績的一個尊重跟禮遇 也就是說你只要快樂排成績越快 你自然正賽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資格可以更快 喔就是你這是一個雪球的概念 你的雪球會越滾越大 只要你成績是優勢 你基本上可以一步保持後追的情況下 對沒錯 那你的單圈成績越後面 那你自然起跑的位置就會越後面 對 就是比賽的一個公平性 但是由於其實車子的體積 在賽車場是非常大的 沒錯 所以其實你要過人難度非常高 那就會有所謂撕殺的部分 那車手彼此彼此在攻防的時候 會影響比賽的成績 所以其實在正賽的時候 所有的成績大概會在往上加個 1秒到1.5秒 那都是正常的 靠著後面的這個加速去吧 就比方說會有正常的攻防 那這也是比賽有趣的地方 阿神這邊這個舊車很高水準 這波飄進來 直接在時間結束的時刻點 要來完成他最後一圈的成績 那現在我們這個Qualify也快要結束了 也準備要進入我們熱血的這個10圈的 沒錯 這邊阿神就要 阿神已經開始在表演他的甩尾了 因為我有稍微教一點阿神打滑的技巧 所以剛剛是有點打滑的情況下切回來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一個綽號 AKA滑滑柏人 還有專門是滑滑的 車不滑我不會開 我只會滑著出彎 那阿神就有學到這個精髓 你說的那種飄的感覺 沒有錯 他這種狀況速度會變慢嗎 看你怎麼使用 就是像我自己本身滑的話 其實是為了增大這個車子轉向的角度 同時打滑的時候引擎轉速會比較高 所以我出彎的時候車子的馬力會比較好出來 比較穩定 但就是前面的控制會相對挺穩定 玩更打滑 必須要算得更精準 是 對 這個打滑不是甩尾 而是一點點微微的而已 一微微的傾斜 然後用他本身的動力去帶動車子的後輪 對對對 好 那跑完了 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準備要進入熱血的決賽了 真正的對決了 剛剛前面就是Qualify的一個單時計算 來確保一下後續的位置 是沒有錯 那現在我們就是讓選手稍微有一個30秒的緩衝時間 那接下來各位車手就已經上戰場了 那我們準備就是要準備登滅起跑了 是 決賽的話 好 那現在我們比賽準備要開始了 我們倒數準備開始 好準備囉 我們登滅起跑 喔 還在往前 對 沒有錯 倒數來了 這個時候因為最緊張的 好 登滅起跑 現在我們這個2023夏日 電玩展這個第一屆KOL最速決定站 好 現在首先第一關是阿神 這個路線非常的緊繃 有一點 有一點沒有再讓的 有一點車的崩壯 有人進入倒車模式了 這麼激烈的衝動力被頂得出去 其實我們很少 就是我個人可能看得很少 但我比較少看到車友很多 我會很大量的碰撞 像剛剛那樣的砲撞 碰撞 阿神 又碰撞一個 阿神把新燃子已經出去了 哇 這裡是直接撞到一起了 對 沒有錯 因為我說過比賽車輛的體積是很大的 沒錯 因為我在賽前有稍微跟大家說 就是盡量不要去頂對方的車子 死但還是撞到了 對 沒有錯 因為這個比賽就是這樣 因為畢竟大家是新手 難免 那同樣是駕駛模擬器 這個視角 視角會有誤差 對 沒有錯 這邊不足前面 大家的步調也慢慢穩定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稍微有一點點大風吹 哇 但新燃這波轉換 那新燃的這個靜彎節奏可能有點斷掉 那由於他車輛是前驅車 所以剛剛有點出現 這UnderSea轉向不足的現象 是 那其實這樣子照長久成績來看的話 現在目前阿神是在第二位 但前面的好成績現在可以翻補回來 阿神現在為了要插前車 這個靜彎的車速稍微有點快 那現在就看這個黑羽 有沒有辦法防守住他的路線 那因為就單圈成績而言 其實阿神的成績會比較快 那現在就看阿神是不是要發動進攻了 是 往前要再做下一步的推進 這邊稍微進彎車速有點急 進彎車速稍微有點快 是 我看這波轉彎好像都轉得比較靠外 對 沒有錯 就是進彎車速太快 因為車手選手很急 是 所以你就可能進彎 哇 這邊再一個簡線 哇 直接頂了一下黑羽 他把他頂出去了 他把黑羽頂出去了 他把黑羽頂出去了 對 沒有錯 這個 哇 那 在這規則的部分 之後還是要 這隊員算心理戰嗎 直接出招 物理心理戰 可能這個選手有點太熱血了 太熱血了 沒有 他們可能太熟了 太熟了 兄弟撞一下可以吧 兄弟讓我一下這樣子 對 OK的 OK的 黑羽現在要追 只能說 在目前這個局上就有點不太容易了 對 不過彼此之間秒差 現在因為現在還第二圈的關係 所以彼此秒差還是有機會追著回來 是 還可以再做一波拉扯 看後續的技術 因為其實在這邊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各位選手大概只練習了三個小時而已 三個小時 所以在場的朋友幫我們選手掌聲一下好不好 他們只練習了三個小時就可以開出這樣子的程度 真的非常不簡單 三個小時就要上台 只要我練習三個小時 我只有花時間 花了三個小時教他們而已 所以其實對於基本的駕駛技巧 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有充分的在算這個車速 而不是隨便亂開 而其實 能做到這樣子的駕駛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了 因為其實這個駕駛的模擬它的物理是非常困難的 而不是單純的轉方向盤而已 你需要計算的細節是非常多的 是 它就是要計算的嘛 不是說我可能基本 像大家可能認為一般的開車 可是我只要按駕駛直接打檔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車子在打滑的時候 這些KL的方式盤是會自己動的 它就會模擬真車的一個回饋 所以其實你不能太過於給這些車子多餘的push 所以它跟打電動是不一樣的 哇 這確實是專業的成分 對 沒有錯 那我就想說藉由這一次機會示範一次 讓大家讓這些很有名的KL 來體驗一下真實賽車怎麼樣的熱血 然後讓所有觀眾看一下這些KL 他們平常沒有在接觸賽車 而不為人知的一面 不一樣的一面 然後也不一樣的領域這樣 最速的感覺 包含追逐的那種感覺 對 沒有錯 就是原來職業車手 原來賽車是這麼熱血 原來不是單純在比誰快 沒錯 而不是單純在轉方向盤 它有非常多細膩的控制 是在這個安全與危險之間的抉擇 對 沒有錯 就是要往前去追名次 其實都是這樣困難 對 沒有錯 然後我們看到星恩現在目前是第二名 她的單純成績也非常穩定 而且她的成績一直有在往前追 超過了 現在目前 星恩超車 現在星恩目前是第一名 她超過了 她超過了阿神 但目前是第四圈 現在目前第一名是星恩 大爆冷門 而且 那也因為星恩的車 是個前驅的車輛 所以她有比較多的優勢 因為我們車輛 後驅的車輛跟前驅車輛的差別 就是在於 這個驅動輪的不同 那驅動輪的不同 自然你車在對於失控的掌控上來講的話 前驅車會比較安定 但是前驅車的成績會比較難做 哇 但她現在呢 哇 這邊阿神又稍微頂了一下 稍微卡了一下 這邊 啊 這邊又稍微頂了一下 因為這個選手畢竟是第一次上場了 所以說其實他們對於這個 車速距離的掌控 還沒有那麼清楚的拿捏 因為其實我們的車速 在非常快的狀態之下 不提前煞車是煞不下來的 是 對 等於說因為 那個各位選手可能工作比較忙 所以練習時間也有限 是 對 對 對 學習這方面就是還是要 哇 我們這邊星恩也稍微頂了一下 看起來想要拚喔 想要往前進去一個名字 對 沒有錯 非常小心把阿神給頂出去了 把阿神給撞到草叢旁邊了 對 哇 但阿神用一個比較偏飄的方式 用草叢飄回了場地 稍微要閃一下 哇 這邊這邊稍微有點spin 好 然後現在就是看我們其他目前第一名是我們的黑羽 黑羽目前是來到第四圈 那我們現在比賽來到了第五圈 還在做下一輪的追擊 動作 這個情況前面的防守人員 找到自己的節奏 還在防守喔 黑羽這裡不斷的 現在等於說其實在前車是防守方 其實算是比較不利 因為後車可以觀察前車的一個優勢 也可以去知道前車目前的這個車速跟狀態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現在目前彼此之間的這個實力差異在哪裡 已經可以開始做一些探測了 對 沒有錯 那現在目前阿神也回歸穩定了 那現在因為這個 辛恩的車子有稍微有點動力的優勢喔 沒錯 所以其實距離應該離阿神也不會到太遠 那彼此之間我有稍微做了一個公平性的調整 讓比賽張力更好 所以這樣子大家都會有施殺 喔 我們現在麗穎已經超過黑羽了喔 往前想繼續的追擊 欸 這一波超越 現在我們麗穎是第一名喔 雖然他一開始被撞得出去喔 那因為我們比賽時長是很長的 也就是有這個五圈 也就是有這個十圈的成績喔 那剛剛有說過 如果你的秒差在五秒的話 其實就已經是天與地 0.5秒就已經是天與地了 所以說 假設說一圈領先對手一秒 十圈就是十秒 哇 十秒 那自然就會滾出很大的雪球 哇 那現在這一波 對 沒有錯 麗的一個差距已經跟 黑羽差到了快五秒 對 沒有錯 那其實後面的選手彼此成績也都非常接近喔 現在阿神已經也追到了黑羽喔 那在這邊阿神應該也準備要做超車了 好 現在阿神也來到了第二位喔 超過了 黑羽 對 然後現在阿神回到了第二位 然後現在目前 就看他有沒有辦法追上這四秒的時間差 因為現在目前還有六圈的時間喔 大家都很接近喔 對 沒有錯 那現在目前阿神的最速單圈 是整個1分07秒8喔 是第二圈做出來的成績喔 這確實在前面穩定度 我們在一開始等 剛剛阿神刷出1分4秒6喔 也是非常有水準的成績喔 其實這個真的有在練的成績 也差不多是1分4秒的水準喔 所以其實阿神的成績是非常快的 而且這是十圈嘛 就是就算他前面有一點失誤 但只要他十圈的平均 這個平均都穩定八十百 對 沒有錯 他穩定下來的話 現在已經咬到前面的麗影喔 那現在秒差已經來到0.3秒喔 但是麗影現在還沒有放棄喔 所以其實兩邊選手的實力是差不多的 非常非常接近 阿神就必須要更專注的去減少他的失誤 看有沒有辦法咬到麗影去找到這個突破的破口 是 但他這一波連續的轉彎 好像沒有太過減速喔 對 沒有錯 其實已經快要摸到極限了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有在練的底秒數 能看到1分04秒已經算是很快的 所以這是有水準的單圈成績 不是隨便開的 那這樣還有三圈的情況下 對 現在目前還有三圈喔 而我們看到現在秒差阿神是有在咬的喔 也知道阿神車速比較快喔 所以現在的勝負還很難說喔 就看阿神有沒有辦法咬上去喔 阿神持續的追擊這一波 而且同時因為麗影現在是一個人獨跑 所以他看不到後車 那後車就可以觀察前車的弱點 所以現在阿神就在觀察麗影的弱點 看哪邊有單圈 哪邊有失誤可以去抄 還沒有發力 還有兩圈 對 現在兩圈 然後現在我們這邊 信恩也準備要抄車了喔 小往前 他這邊煞車了 因為他擔心撞到這個對手喔 所以他盡管的速度稍微有點快喔 那我們回到前段班 現在秒差來到0.3秒喔 那我們現在這個阿神已經開始準備做進攻 走這個比較內線的路線喔 喔唷 這轉得很好 這轉得很好 就看我們阿神有沒有辦法超越我們的麗影喔 這表示 現在兩邊系列的絲殺瓜 麗影這邊spin了 所以現在兩邊的車手看得非常極限喔 那現在阿神也在找機會喔 盡量也是避免這個碰撞喔 然後阿神現在 由於是低速彎的關係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低速度的差異 然後去進攻對手 是 所以我們要超車都是高速減低速的時候在做進攻 可以做一波進攻 對 那現在已經吸到了這個麗影的尾流 也就是阿神的車速會比較快喔 現在阿神就在等待一個時機可以做進攻喔 這在等待一個彎 沒有阿神保守了喔 因為他知道如果他進去的話會頂到麗影 所以這邊就一個君子之爭喔 是 然後再等待其他的機會 然後現在比賽攔倒了第九圈喔 這最後的最多 現在勝負還很難講喔 我們的阿神到底有沒有辦法超越 喔這邊準備收到一個進攻 漂亮漂亮漂亮 可是阿神進彎的時候這個車速超微有點快喔 是 喔這邊麗影spin了 我麗影 這邊沒有辦法過去 因為你剛剛可能這個車速有點做得太快了 所以就失誤了 那這邊阿神就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進攻喔 那其實這也就是這個選手跟選手之間這個壓力的 對於這個壓力的抵抗喔 是 因為後車有人在追你的時候 其實你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其實是有點無形的壓力嘛 對沒有錯 你畢竟也不能真的去抓緊到 那阿神就是這個 這個壓力累積起來自然這個集中力就會下降 所以剛剛麗影就被這個壓力給稍微做超車了 那這波壓力沒想到是在第九圈爆發了 沒有錯 那現在我們欣恩也來到了第三位喔 還在追在後面的位置也非常的激烈 對然後我們的黑羽也在找機會可以做進攻喔 但看起來以欣恩的角度這波拉扯不錯 欣恩也準備做防守 哇這邊長尾頂了一下 哇 能過嗎 這邊這個欣恩有救回來喔 那欣恩現在的車速其實稍微有一點優勢喔 所以其實大直線來講的話應該是咬的回來 那現在這一個成績又稍微排位又回來喔 然後現在單圈 現在目前比賽已到了最後一圈第十圈喔 這最後的對決 那現在欣恩這個靜觀側表數也拉開 直接拉了一秒喔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 而我們的阿神現在也穩定在四秒左右的時間喔 是時間不多 出絕招 這時間看一下 看一下黑羽有沒有辦法在這邊發動攻擊喔 哇這邊黑羽也頂了一下 哇 直接物理攻擊喔 稍微有一點大力阿 只是選擇往前對波 這邊這個靜觀車是有點太快喔 哇哇哇哇哇這邊 哇直接把人撞到了牆邊 這個這個有點太廝殺了 太狠了太狠了 等一下賽道訪問的時候 我們需要拉一下這火力有點大 等一下這個 一個一層上來 要好好喬一下 對要拉住他 太兇了太兇了 沒有這因爲主要大家只花了三個小時的練習阿 所以其實有這樣子的水準真的已經算非常厲害了 他們是完全不懂賽車零基礎 可以開到這樣的水準喔 從零到現在 對 不是有充分的練習 所以其實已經算是開得很好了 一般沒有使用過模擬器的 可能都是直接貼著牆壁跑吧 對沒有錯 所以其實算非常厲害喔 阿神 以1分04秒6 奪得了冠軍喔 然後也恭喜我們阿神拿下第一屆 這個最速KOL決定戰的第一名 而第二位衝線的就是我們的莉穎喔 成績也非常不錯喔 是 隨後的辛恩 以及黑羽 而第三名呢就是我們的辛恩喔 他準備要衝線喔 最後呢 來幫我們的這個KOL掌聲一下 直線 然後最後也感謝我們的黑羽喔 OK 那我們第一屆這個最速KOL決定戰 也在這邊告一個終點喔 是讓我們再次的把掌聲送給四位的KOL 為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比賽 謝謝 謝謝 OK 那每次先謝謝小湯 哇 剛剛幫我們分析了真的蠻多的一些內容喔 沒有錯 好的 那我們也請四位的KOL再次的回到舞台中央 哇真的是蠻刺激的很接近 中間的追逐其實冰翔衝多很多 沒有錯沒有錯 其實還有更多的細節啦 只是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大家玩會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短短的十分鐘 真的是講不完了 真的是講不完 好的 我們再次歡迎四位KOL登場 哇真的 去賽車好像你們真的去了 有人都流汗喔 沒有錯 就是職業車手都不一樣 有沒有 比賽出來的結果 眼神都不一樣了 是 那我們這邊就要請我們的冠軍 來做一個簡短的訪談了 我想請問一下阿神 這個冠軍的感想怎麼樣 我剛剛中間啊 是 想說我前面有撞到黑羽 是 所以我中間我忘記在第三圈 第十圈的時候 是 我就降低車速 是 是 因為主要就是大家練習時間是有限 所以說 疊在這裡工房的細節 因為我們車輛車速是很快的 所以 如果沒有充餘的時間煞車的話 是煞不下來的 那當然這裡就是比賽物理模擬 這個地方 不過我們阿神的單軍成績真的非常快喔 沒錯 如果剩一分零四秒 我看了我這一陣在流汗耶 完了完了 我這職業車手 很緊張的 我這職業車手也不夠如此而已 我跟他講 速度真的太快了 就是這樣就成績真的是非常有水準 非常非常的精彩 阿神帶來這個進場 他想問一下黑羽 剛剛那個追逐仗 我只能說 我們也看得很刺激啊 對沒有錯 是是是 我想說等一下下來的時候 怕火藥位會很重 那我先站這裡 你可能 我們可能要先把你們拉開喔 火藥位太重了 對對對 沒有 因為其實我本身練習的又更少 因為當初我練習的時候 其實 我有提早離開這樣 你就是 所以我今天的想法就是 阿神幫我把其他人撞點 OK 然後我在趁機又往前走這樣 是是是是 所以我剛才有說 因為你跟阿神很熟 所以這都是這樣做啦 沒錯 我一看就知道了 他知道我要幹嘛 所以他剛剛在把我清掉前面的人 然後拉開 然後拉開距離 我來趁勤 因為最後差一點第三名這樣 對 差一點點 真的蠻可惜的 差一點點 那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為黑羽爺就只練習短短三個小時而已 三個小時 從零基礎到現在 從零基礎到現在 非常非常接近喔 所以真的是難度非常高 謝謝 我都對教練不好意思了 對不起教練 三個小時很強了 真的 謝謝黑羽 謝謝 是 那我們把麥克風交給下一位 那文道麗影一下 對 我們這個單圈真的非常的刺激喔 就是從這個零先起跑一路追上來喔 那想訪問一下你比賽的感受是怎麼樣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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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腎上線什麼 是是是 是不是跟平常就是跟想像的賽車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不一樣 超不一樣的 也就是在實際駕駛的時候 就是有對手的攻防 其實這心態已經不是只是在開車而已 其實我一開始被撞屁股的時候 我心態有點崩 喔 是是是 就覺得狀態大力了吧 OKOK 我整個都很好看了 OK 那我喬一下 我擋一下 等一下怕有衝突這樣 有點危險啦 那等於就是因為 因為每一位KOL這個我們是第一次辦比賽啦 所以說往後我們會做更充分的練習 更更充分的講解 因為畢竟各位KOL的工作時間真的都太忙了 所以大家大概真的都直練了三個小時 是 真的是零基礎 這基礎 那想跟力請大家跟分享一下 就是練習完之後真的進入比賽到現在為止的感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模擬器對你來說 整體的感覺怎麼樣呢 我一開始知道要參加 我以為就只是賽車遊戲 對真的操作之後 不管那個方向盤的那個回饋啊 對 就是都跟真的車一樣 但是我沒有駕照 喔 沒有駕照 沒有駕照 各位麗穎的單圈成績是1分05 只輸阿神1秒啊 哎呦 輸1秒而已 但他沒有駕照喔 你不要掌聲一下好不好 太厲害了 給大家 真的 只練習了三個小時可以1分05 太精彩了 我看得我流汗啦 我下個月就去考駕照 好 OK OK 好 那我們把麥克風再給星恩 對 那星恩我們必須先討論一下 就是剛剛你跟黑羽的追撞 很刺激 但是什麼狀況呢 我想贏他 因為他一開始阿神撞我 所以我也想撞回去 是是是 有點小脾氣啦 是是 想要撞一下 沒有錯沒有錯 這就是我們往後這個賽事的規則 也會規定得更嚴謹啦 因為這次就是試辦 讓大家體驗這個賽車的熱血啦 是 不過因為我們星恩可以看到 其實他是這個駕駛經驗 就是駕駛模擬隊 所以上手度來講 我有稍微做了一點調整 所以這比賽精彩度也非常的棒 同時他也有充分的在做這個 許多駕駛技巧去做舊車 各位看他被頂這麼多次 都是有舊車的 你們有發現這件事情 有可以拉回來嗎 這難度是非常高的 是 那也請星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這次的 從學習然後慢慢的開車 到進入比賽 到結束的感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其實一開始 我是全部你們裡面最爛 是 所以我想要引過他們 至少不要最後一名 所以今天是雞腿駕駛的勝利啊 恭喜 恭喜 恭喜我們的星恩 對 那我們也謝謝四位的KOL 非常感謝 那在最後呢 我們也要邀請我們這一次比賽的協伴喔 就是我們的喜天大喔 然後是來跟大家講幾句話喔 讓我們也歡迎一下我們的協伴喜天 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哈囉哈囉大家好 然後這一次 然後我就稍微跟喜天來聊一次 介紹一下我們這次的比賽的這個活動啦 那就是想說 因為喜天是我們自己兄弟嘛 對對對 那就想說 藉由這個機會號召就是有名的KOL 那喜天自己本身也是在做這個電腦販賣相關的業務 那我們就來結合 就是以這個駕駛模擬器跟 呃 與車就是 平常沒有在接觸汽車類的KOL 來體驗這個熱血的賽車 然後讓所有的觀眾跟所有的粉絲 見到自己心愛的KOL 不一樣的一面 這也就是我們這一整個比賽成辦的這個目的 然後去推廣我們的駕駛模擬器跟職業賽車 對 這一次也是因為有幸啊 我幫阿神組一套 他在家裡面玩的賽車電腦 是是是 然後呢有機會認識到小湯 是是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 哇 現在的職業車手 用這個模擬器可以做到這麼米 真的 對沒有錯 然後呢那些設備啊 就是所有的那個方向盤啊 這些都超級屌的 對沒有錯沒有錯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們就討論一下說 那要不要來推廣一下這個東西 對對就用以不一樣的模式不一樣的形式 讓大家看到 欸KOL自己認認真練車不一樣裡面 也就是有一種明星賽的感覺 其實中間啦 我原本在看他們練的時候 我都想上去打 是是是是 是我壓住了 不然太多台了 忙不完啊 對對對 那也真的就是說有機會啦 因為大家如果想要接觸這個賽車模擬器 對對對 就是說可以來去從入門的部分去查 對沒有錯沒有錯 等一下也可以在旁邊做體驗這樣 沒錯沒錯 都可以嘗試啊 那如果說你要那個準備硬體或什麼 不要忘記買電腦找喜天 找喜天 好不好 那就是我們第一屆這個2023 夏日電玩展的最速KOL 沒錯那我們這一part的一個活動 賽車的一個活動在這邊高野各動 也非常感謝大家參與 也非常感謝四位 KOL 小湯以及喜天 謝謝謝謝謝謝 那我們當然下一個時間點 會在一點的時間點 來到下一檔節目 大家可以先稍作休息 我們就是下一個節目再見囉 掰掰 掰掰 謝謝